投資長台股跌80點卻像跌了800點 台積電營收是歷史 至高台股會重返榮耀還是農耀啊 好恐怖喔 台子機開盤看起來要跌200點 現在有拉起來了 那台積電營收怎麼看啊 還有我要告訴你 明天晚上公布的CPI數據 哇會驚為天人首次在2.9以下 哇CPI到2.6 那美債會不會整個噴出去 或甚至2.5 2.4 會不會變降企業馬房股市會崩盤呢 所有總體經濟數據 還有現在為什麼台積電鴻海管達 都看起來要破敵打第二隻腳 到底台股何居何從 所有的標股介紹 透明今天榮耀花間飲料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 請務必認明 播中分析師的官方帳號 Facebook臉書 只要看到贊助標示貼文 請立刻提高警覺 因為這百分之百是臉書詐騙 加入LINE後 先確認是否有銀色盾牌標章 還要點選大頭貼 只有粉絲人數超過18萬 才是真正的 郭子龍分析師LINE的官方帳號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9月10號 台股下跌80點 收在21,064點 蘋果最新手機發表會後 股價表現平平 不過美股是隨著低階買盤進駐 全數反彈 台股今天開盤是由台積電領軍 帶動指數先攻到了21,324點 全支股漲跌互漸 聯發科台達店日月光收紅 但是指數隨後遇到賣壓翻黑下跌超過百點 中場跌幅是稍微收斂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新聞關鍵記錄保出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你要講做長長爆滿 全台灣超超數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師 在這一波崩跌47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又在本波段最低點 大力進場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子龍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投資長 台股現在就是如您所說 在一個大型區間平台 不用緊張啊 不用緊張 這不用緊張啊 大家覺得今天為什麼拉高了 又殺低了 又有點拉起來了 最後再殺下去了 其實它就是一個區間整理平台 然後你看美國走勢 美國走勢 再看我的解釋 你就會覺得說 喔原來是這樣子 ちょっと待って 投資長你講的是對的 我已經瞭解了 喔等一下 投資長我已經瞭解 您在說什麼了 因為行情並不複雜 好不好 你就會發現到 然後有時候要看遠一點 看遠一點 就要看我的美債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很開心 很開心 姊姊美債又賺幾百萬了 是的 我現在已經基本上不秀帳號 反正我賣掉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查 好不好 你可以去查有風版新的 那個三千多張 那個不能騙人 不能 姊姊你買了一億 所以賺錢會很難嗎 重點是你要有耐心 姊姊每次買美債 買ETF都被人家笑 你對姊姊的ETF要有信心 你對姊姊的股票 推進的股票 你一樣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是的 因為19662點跌不破 還有24416點上不去 再加上我們第四季 就是最好賺的一季 逢低我們就是要做多 雖然今天台股是有點開高走低 但是投資長 您該帶我們買的美債 真的很安心 您的美債00687B 今天最高點是供到了 33.46元 快要突破前高了 還有我們的股票 台達電 今天是跳空上漲快要3% 但還是想要問一下投資長 因為今天台股市跌了80點 但是感覺就好像是跌了800點 這要怎麼看 我現在很刺激 刺激 因為我先講 我現在台子期 在3分鐘就要開盤了 3分鐘 台子期 5盤 應該說夜盤 到晚到凌晨 這段時間 凌晨3點要開盤 剛才跌了180幾點 刺錯啦 我一看就假的 現在4所跌24點 又變長3所 不錯 運氣不錯 變長 剛才跌了200點 其實我覺得 最主要是因為台積電的營收公佈 畫面給我 台積電的營收公佈 來多少 2508億 對 比上個月2569億 來的差一點點 可是上個月是歷史營收新高 這個月是歷史營收次高 不錯 可是去年是9月 去年是8月營收公佈 比7月營收高 今年8月營收沒有高 所以正反兩派都有 就覺得衰退了 然後也沒比去年同一期好 就是7、8月的比較 去年是8月比較高 今年8月就開始下滑了 可是也有人說 其實就從頭到尾 還是台積電的營收財測有達標 有幾個有70分、80分 你現在要90分來看它 台積電現在股價也不是90分 沒有錯吧 沒錯 台積電現在也不是1000塊 所以看你怎麼看 所以位階很重要 位階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會是中性 然後稍微 至少不會是利空來解 你聽懂意思嗎 位階那時候我是不是說108你買什麼 你買什麼台積電 是不是 可是現在台積電這麼便宜 相對而言 我想相對而言 台積電這麼便宜 你要去想想看喔 畫面給我畫面給我 台積電現在這麼便宜 你會覺得說 台積電股價現在好像有點 不應該殺這麼兇 這就對了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幾嗎 今天多少904元 基率有賣多少錢 我們賣在950元以上 當然台積電我們賣掉 有些股票我們沒有賣掉 我本來覺得會賺更多 結果他還是幾年 第一個是鴻海 第二個是什麼 管達 為什麼今天殺那麼兇 還是一樣 大家對AI 今天這管達殺這個不對 我先跟大家不對 可是哲哲逢低 我還是想加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AI不會這麼快 如果你要管達殺下去對不對 然後你要台灣股市 突破2萬4 不要說2萬4 2萬3都不可能 如果他是這種 他在這個價位 所以我要告訴你 除非你預期 今年第三第四季都不會 第三季第四季 現在第三季尾了嘛 第三季第四季 台灣股市都不會 占上2萬4 不要說2萬4 2萬3 我要告訴你 那的確那管達就很差 可是我並不認為會這麼慘 你聽懂嗎 懂 有點過度反應了 你拉回還是要進場 為什麼拉回進場 我看到你去看一件事情 我看一下2402 一家有沒有看到 他上次是不是大跌的時候 他是收紅K 隔天攬的時候他就殺下去 有沒有看到 今天也是一樣 昨天大跌對不對 收紅 對啊 昨天一度 台子期 大家覺得是不是要跌756點 是不是跟禮拜五的夜盤一樣 結果收紅K攬了 今天就跌了 你聽懂嗎 這股價他現在大部分就是大區間整體平台 一家是比較小 然後反應正要就比較弱一點點 你會覺得好像做個頭 現在很多股票是這樣子 可是你平常心 為什麼說平常心 來我今天有正式來給你解盤 來我們來看一下解這個盤 來看看 大家心情會比較不好 可是你有沒有記得 我當初我買美債也是很多人嚇我 有 我買美債每次都賺個 每次買一天我都賺一兩千萬 除了00919我放話就是小賺 就要走了 不然我每一次公開操作都賺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跟台灣最有關係的是 納斯拉克跟費半 納斯拉克走勢 我請問你昨天有把這個黑K 把禮拜五讓台灣股市大跌756點 台子期大跌756點這個黑K 禮拜五納斯拉克不是大跌嗎 是的 公佈非能人就業數據嘛 那你睡不著覺嘛 嗯 如我的那個預告所說的嘛 是不是 不是預告節目標題嘛 那睡不著覺怎麼辦 那你看昨天是不是有漲 可是有到一半嗎 差不多就到一半 還沒有到一半喔 還沒 其實理論上還沒有到一半喔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禮拜五加禮拜一 禮拜五晚上加禮拜一的美股 嗯 其實怎麼樣 還沒有回撤到禮拜四就前一天 你懂不懂 禮拜四早上 美國股市的收盤 還沒有回去 距離很遠嘛對不對 很遠 這是禮拜一晚上 這是禮拜五晚上嘛 這是什麼 禮拜 這是 這是禮拜 對這是禮拜四晚上 禮拜五早上對不對 沒錯嘛 到禮拜五晚上才 才收完盤嘛 所以換句話說 納斯達克的期貨 還沒有回到禮拜五早上的位置嘛 對不對 還差一段距離嘛對不對 有 好 來我們看台灣股市 台灣股市什麼時候 這是台灣股市嘛對不對 對 這是今天禮拜幾 禮拜二 禮拜一 禮拜五 是不是 是 你看台灣股市今天收 一開盤大轉的時候怎麼樣 就已經回到 禮拜五早上 禮拜五中午的收盤價了 沒有錯吧 沒錯 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 為什麼不合理 因為美國股市離這個禮拜五早上 那根K線還有一段距離 台灣股市竟然今天要挑戰這個新高 要到這邊點位 要快到了 我想說有沒有到錯 沒錯 你聽得懂嗎 懂 今天這個 這個 綠K 這個 這個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跳空開高 對不對 大盤跳空開高對不對 哇 展正一兩百點 你覺得可以趕上禮拜四這個進度 禮拜 說錯 禮拜五早上那個進度 對不對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美國股市怎麼樣 還在這邊 你看 這是 這是那個廢半 禮拜五早上的K線還沒趕上去 有沒有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納斯達克 禮拜五早上K線在這邊 有趕上去嗎 沒有 還距離很遠 所以這今天收益很正常 這今天收益很正常 也有人覺得 啊 彈琴不行了 因為變成讓你覺得 雖然是跌80點 或者大家覺得 又是昨天的單充賣壓 格倫充賣壓 會讓你覺得跌了800點的感覺 就是主因 為什麼會跌 已經告訴你了 跌了以後再多殺多 就是這樣原因好不好 你要懂邏輯 因為台灣股市現在沒有資格 馬上跟上上禮拜五 美國股市的K線 嗯 你聽懂嗎 也跟不上禮拜五 台灣股市的K線 嗯 因為美國股市 就是 怎麼樣 驚魂未定 啊知道嗎 在啊 懂了沒 懂了 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看上去喔 欸 我剛才是不是有講20點 沒講是不是 好 沒關係 我跟你講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現在小跌很正常 來 那個我算過了 那個在1點半的時候 那個台積電ADR盤後 是大概跌0.78% 嗯 然後呢 剛才我在錄影的前一秒鐘 是大概跌1.09% 大概多跌0.31% 換算成差不多 怎麼樣 台積電的價格 他說就兩塊錢左右 兩塊錢大概就影響20點 所以像20點正常 20點正常 啊多跌呢 就略不合理 都還在誤差範圍 20點是一個基準 這樣懂不懂 20點是一個基準 這我一直要跟大家講 好不好 除了這以外 我們慢慢來跟大家講 來講這些東西 來 所以股票 平常心 平常心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來臭屁一下 我們的美債 哼哼哼你臭屁一下美債 你不能這樣講 有很多會員也有買 是不是 來來 美債 00687B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哼哼美債你看買得多漂亮 來我們來看一下 很漂亮 來來 漂亮 好難 你看 水不水 美國的已經創新高了 要不是這個 要不是這個會對損失有沒有 哼哼賣在這邊 買在這邊 是 還被人家笑喔 有沒有印象 那時候是一堆觀眾笑我 說怎麼不准了 為什麼不准 因為我賣掉那個美債那時候 我賣掉美債對不對 第一次賣美債的時候對不對 我買在這邊 台灣50買在這邊 買在 買在什麼 買在大盤怎麼樣 大盤的最低點這邊 疊到1800點 1800點那一天 然後破斷最低點 疊4700點這邊 然後這邊出掉 然後少賺兩天變要笑 現在誰笑誰 你真的懂 折折抓轉折嗎 你不要跟我講說這幾年什麼 哇 一直放著那個台灣50會賺比較多 好好笑喔 我這樣來回來回 你覺得你比較差嗎 第二件事情 我如果抓轉折抓那麼厲害 我不能再多放一點幹幹嘛 做一點期貨 做一點選擇錢 我不行嗎 或做一點台積電不行嗎 可以 或個股期 台積電期貨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嘛 為什麼我是買ETFF 我自己把我雙手雙腳綁起來 讓你知道我多厲害 還是可以贏各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則是要預告在前面的 我跟大家講 你看這個等於老天多送我這1000萬 再下去我再把我美債換下去 這樣美債已經賺幾百萬了 我講的是台面商 就是我已經 9A9JJ在賬號 台面下不只拿 不想讓你知道我買多少美債 至少台面上就1億嘛 好不好 所以你懂意思嗎 懂 因為姊責不想要跟你說炫富 所以姊責有沒有要炫富 所以今天外資賣270億 好不好 賣的有點多 為什麼 因為金魂未地 可是理論上今天不應該賣 因為我如果沒記錯 昨天美國股市不漲嗎 賣的有點誇張啦 那為什麼 因為大家其實現在還是怕 衰退 為什麼怕衰退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PI 這CPI的圖 你看 之前從7.5一路拉 從3以上拉有沒有看到 這CPI的走勢圖 紅色CPI 我請問你有低於3過嗎 沒有 有嗎 這邊都沒有 到三個月開始來低於3 這邊一打滾打滾有沒有看到 2.9 有沒有 我就說了 為什麼買美債 基本上我是必贏的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通膜這樣子 我便當喔 這個月我從100元 明年漲到140 通膜40% 我明年再漲到196 又通膜40% 假設啦 假設所有東西都是便當 再一年 再一年 還是196 便當價格沒下來嘛對不對 沒下來 經過幾年 從100到140到196 再一年還是196 第四年還是196 我請問你這個時候通膜多少 0 0 欸不錯啊 0啊 所以通膜這麼簡單 所以你不要覺得像物價沒下來 它的通膜是有沒有在漲價 我只要漲價低於 第3%甚至第2% 年主要就說大獲全勝了 開始降息了 遲早有一天會開始降息的啊 因為基本上哪有可能天天漲價 景氣是循環的 它有善有下 所以大家現在覺得是不是衰退 所以這時候買美債老師好安心 來回做價差 等台股崩的時候 拜託你們 真的我跟你講 我知道頭等債很多人買 可是頭等債是屬於比較會算的人 如果你不會算 你就傻傻跟我買美債 有沒有 我只問你 還有一件事情 是風險比較大的人 比較能承受風險 如果你受不了台灣股市崩盤的時候 那你一定要買一些美債 你懂嗎 因為崩盤的時候 頭等債也會跌 而且頭等債在裡買哪些頭等債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買哪家公司 你還時間做研究 我也沒時間跟你講那麼多家 每一家頭等債的內行物 內行的公司債差那麼多 誰知道 或金融債誰知道 你聽懂嗎 所以都不要去研究 買美債就好 買美債就是研究什麼 廢得的方向 然後研究CP 研究就業數據 這樣就好了 都不懂沒關係 告訴我 我告訴你節目就好了 我進就我進 我出就我出 我進你就跟著我進 我出你就跟著我出 好不好 今天你會覺得心情悶 其實從頭到尾就是低階 高出 就像美債 那時候真的很多人像我 對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喔 現在美債反而不要買喔 你好 這什麼時候 在8月31號 你看這些人看很短 8月31號 有沒有看到是8月 對不對 Auguston嘛對不對 8月31號叫什麼時候 美債我們看一下 前幾天 這看很短啦 8月31號是什麼時候 等一下喔 這邊 你看剛好在這邊啦 31號你看就有這些人 你看 賞物在抱怨的時候 剛好轉折點啊 很好欸 這邊這邊 8月30號這邊 這邊很好 你看 大家說不要買美債 笑死人了 欸我買在這邊 每天被人要笑啦 每天被人要笑 每天被抱怨 然後一堆人說 要不要買美債啊怎麼樣 每天送分題啊怎麼樣 會差文明就有講 然後一堆人抱怨說 沒講會對損失啊 有沒有 最紅的0687B有沒有 最紅就是我帶動的不好意思 以前大家只記得0679B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可能有些人抱怨我啊 哪個人沒說會差 你看我都跟你講會差 是不是 有講喔 是不是都有講嘛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更大 哲哲自本利得 哲哲說自本利得可以壓過會損 有沒有 有講啊 然後這個人講哲哲還講 拜託你不要給我寫對哲 好不好 我也生氣 你看 可是至少他寫哲 你看都有講啊 是不是有些人酸我說沒講啊 是不是 有人酸我有人沒酸我 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幾天啊 是不是有人在講 對不對 有 你幹嘛考慮會差 我最怕就是崩盤 崩盤反而美債會有匯兌利益 不是匯兌損失 我們講 有講 你看現在就跟上去的啊 是不是 這個那你看喔 這算了 那還有人講什麼 感謝一下哲哲有沒有 推薦原大 感謝哲哲推薦原大美債20年級TMF 感謝哲哲兼推薦原大美債 欸我買的是 你看這個人有點討厭 我叫你買是0087B 你買的是原大美債 我都不知道你是我公讀生還是那個 國泰公讀那個原大公讀生 有人說是我公讀生啊 有沒有看到 看上邊文就知道 我跟著哲哲免費 單幾口我一台清理就出了 好不好 原本你看這個人酸 原本想要買幾本書來送的人啊 對不對 看內容後決定不要害人 你看這些常常很討厭 我買美債在那裡賺錢要被你酸啊 你沒關係啊 可是我不在乎啊 因為賺最多的是我啊 賺最多會是相信我的人 是不是 你今天我 我跟你講我抽獎W的月餅 你就不要給我抽 你就不要抽到啦 你就不要 不要給我留言 我沒有差這個一個粉絲 你看啊 又說謝謝我 又給我推進別的美債 然後謝謝我又說輸 不要害人 這本書叫害人 230幾塊 打王者230幾塊 我連Coco都養不起啊 我自己都參加排榜版 就今年應該是參加榜版第一名了 都養不起啊 賣個2萬本 一本來賺30塊不到 你連你都養不起啊 真的養不起啊 我出書 我寫這個書 很多人說一看就知道我的 因為你其實 我有沒有造假 就像那個譬如說五月天 很多人說你有沒有假唱 你歌手你有沒有假唱 你感受到 我有沒有假作 我有沒有假寫書 我有沒有按照我的意志 我有沒有去監督這本書 我沒有用我的語氣去寫這本書 你都知道啊 這不能造假啦 我有沒有去監督這本書 所以你看我花那麼多時間寫這些書 還是我很抱怨 可是我不在乎 因為 你愛抱怨就不要看 反正很多人要看 好不好 我只跟大家講 可是你看到一段線酸我 之後呢 我還是賺錢啊 是不是 我還賺錢啊 他明明就酸我 還說他是公讀生 還說整個公讀生 有沒有看到 他就酸我 整個頭長真的太厲害 自己的錢全勝中 他就說最近會員可能沒賺到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也有會員買著ETF 有啊 也可以買啊 那只是時間走的問題而已啊 那什麼叫做我權盈 我權盈只是因為我看比較長而已啊 我哪一次買美債 我哪一次買台灣50沒有先賠再說 都有 有啊台灣50也是第一天賠 只是馬上就拉起來而已啊 每次都先賠啊 所以會員朋友或是粉絲朋友 我的股票你也要看長一點啊 你的問題是你看太短了 你看明明買美債沒什麼好酸的 還是有人賞我 那有人稱讚我 又說他是公讀生 可是那人看起來也沒在稱讚我啊 沒有 所以這很難為啊 沒有關係 反正你們就是觀念不正確 到時候錢都是被我賺的 我也沒辦法 觀念正確才會賺到錢 好不好 這有沒有總到 有懂 有懂 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現在的行情 等一下 現在的行情你不要想太多 真的難做 今天有一些股票真的跌 可是跌生你把它買 譬如說管達你就買 你就賭他這個底不會破 或破了以後 這個底不會破 來 這底你就賭管達這個底不會破 就算破了 也是很快彈起來 你只能這樣賭 你只能這樣壓 我認為你會對 你聽懂嗎 不要去想那麼多 ok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就像 譬如說今天 28884 新冠金 13塊 昨天外資你看這新聞 你看這新聞 看這新聞 他說台積電 三龍搶租 不是說錯 新冠金跟中信金三龍搶租 你看這新聞 看一下齁 外資怎麼樣 賣中信金買新冠金 這是什麼時候新聞 9月9號 他做什麼事 套利 賣 賣併購人的 買併購的人 對不對 對 代表他不看好台信金 會成功嗎 但他不看好啊 你台信金是什麼巴拉價格啊 我是覺得莫名其妙 所以我跟你講 在上面的人 也算是管理人員 你懂不懂 在上面的人是管理者 在上面的人 不要一意孤行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是要變出別的 我常常跟我 我常常跟同個人 常常跟員工講啊 你不要覺得 你們很辛苦 者者比你更辛苦 我每天都督促我自己 我督促你 只是督促我 不到十分之一 我也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樣講 我講的是很簡單 很簡單 你一看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看壞 台信金 出巴拉價嗎 台信金就愚昧的說 哎呦我要合議 你管人家要不要合議 你把董事會當作你家 你把股東會當作你家 我講句實話 你有本事就出高檢 沒有人反對啊 你又不出高檢 然後說合議 合什麼意 真正的主人是股東啊 不是你董事會啊 這點是真正的主人是你股東啊 嗯 搞不清楚狀況嘛 我講的是事實啊 我沒有人說一定要賣中信金 可是你能出中信金 一樣的價格是更高價格 誰會不想讓你台信金 跟新冠金合併 所以外資也不看好 外資做什麼 套利 賣中信金買新冠金 這是9月9號的新聞 我已經獲利了 我兩天的時間 兩個交易日的時間 就已經賺到差不多5-7% 沒有錯吧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重播 我教大家邏輯的一些想法 來 來 看重播 來喔 等一下喔 再一次 這什麼 9月9號的新聞嘛 套利嘛對不對 你看17萬次 兩週前沒錯吧 兩個禮拜前 兩週前 兩週前沒錯吧 沒錯吧 沒錯 兩週前吧 321 我以前靠併購 我賺了幾千萬 賺了幾千萬 你問我就專業了 這個我很強 你要去買被併購的 不能買 你要去買被併購的 結果買新冠金 你不要買 去怎麼樣 併購別人的 併購別人通常是要 要價高則得 你價出一個高就不划算 而且你也不知道誰併購 我大膽預告 有可能是中國信託 比較有錢 你看 我那時候還不太確定 價高者 價高者得是誰 我已經跟你講說中國信託 我還不講是 那個 台信金 台信金 然後跟你講說你要去賣 那個併購人家 中國信託 要去買台信金 對 新冠金 要買新冠金 然後賣 怎麼樣 賣中信金 沒錯吧 沒錯 然後你看這新聞出來 今天這是什麼 昨天的新聞 外資 怎麼樣 手法什麼手法 因為是統計資料 外資賣超 17.9萬張 中信金 賣他 然後買新冠金 沒有錯吧 沒錯啊 那時候我講的時候 你覺得不以為然 所以我今天很多股票 到最後有機會噴出去 你現在也是不以為然 沒關係 我只問你 那為什麼哲哲每一次真的 去參加選股比賽 還可以成為選舞冠軍 而且打破紀錄 為什麼哲每次一貼服 沒有把把 沒有一把輸的 重點就是你明明相信我 可是你只相信一半 不如不要信 記得一件事好 不如不要信 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講 說我真的希望能幫助大家 這個就是一個區間整理平台 平安心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直播 今天直播人數 外資都要看直直的節目啊 台信心關心中心殺 的確很難念啦 你可以算來念 好不好 我讀你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直播人數 就是貨多或少 侵入性能不能多而已啊 不要侵入性 對啊 好不好 今天哲哲還沒看聊天室 看你聊天室 感謝哲哲 推薦美債 唯一賺錢的 好不好 鴻海怎麼看 鴻海也很長啊 管他更長 我就不應該破這個 他打第二隻腳都可以進來 好不好 來我們今天口號是什麼 我們今天口號我還送大家啦 我本來不是要送30個嗎 是的 你說 他是賣1400喔 1480 可能我那時候賣比較便宜 我不確定 反正這樣就一個1500嘛 定價嘛 這個打光的關係比較亮 送50盒 如果1200就大概7萬塊嘛 反正至少我送5、6萬塊啦 50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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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送50盒 那送50盒 那送50盒怎麼送 要怎麼樣 留言 留言 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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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發財月餅 來我要發財月餅 在那個聊天室留言 也可以 重點是不是聊天室 重點是留言區留言 就是說 那個影片的留言區 這個算聊天室啦 對他裡面有娃娃 這是我玩嗎 燈 燈了有沒有亮 有看到有粉紅色有沒有看到 有有有有有 這樣看到沒 有有 它會變色 再按一下 要美了有沒有看到 再按一下 有沒有有亮 黃色有沒有 這個角度比較有 黃色的 所以沒騙你 沒騙 我要發財月餅 這邊要洗版的 欸怎麼快 不只這邊 重點是那個留言區 留言區才能抽 留言區啦 這邊寫也可以啦 我買月餅 這個不錯這個不錯 這個我要給你缺瓶重點 這個很棒耶 50盒 50盒也蠻多 50盒也好幾萬塊 對 有得吃有得吃 因為謝謝那個 你們那個爆滿人數 那個讓我去買那個WAL 在WAL 人太多了 他們快瘋掉了 欸你們也太太喜歡吃了吧 欸沒有分析師送這麼貴的吧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真的很大手筆 真的很大手筆 到時候我會抽獎 我不會騙你 反正本來就有一堆 那也沒什麼騙人的 還有抽獎 他這月餅 要表演吃的月餅吧 欸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喔 我跟你講昨天是不是覺得好吃 有有有 蠻吵吃的 都蠻清爽的 你不覺得很 你會覺得很喜歡吃 真的好吃 好吃的 我沒有到很喜歡吃月餅的 你知道因為 每年太多人送我了 我每年 會員也好 相關的朋友也好 產商也好 加起來至少有50份月餅 不誇張 就很多啊 因為會員就很多啦 因為姊姊謝謝你賺錢啊 然後還有就是說 產商啊什麼的啊 朋友啊 這很多啦 所以姊姊又買自己 又買200份月餅 就50份送給你 欸你們很誇張欸 由於流程這樣子 欸馬上 欸 欸 平常都沒那麼 都沒那麼開心的 我是高雄的 高雄粉絲 好啦高雄粉絲 這一次沒有 高雄粉絲你又沒來 你要來的再說啊 是不是 很好吃 真的蠻好吃的 你會喜歡吃 欸你會喜歡吃 折超帥不錯不錯 這個有加分 可是還是用抽的 用抽的 用抽的啊 你很想看 不要到時候捨得住 我隨便因為說 因為你講一句話讓我開心 然後送你一份 到時候人家說 欸這個是不是員工 假扮的 欸這個很難做的 我每每每在盟單人家賺錢 還是有人痠 對 還是有人痠 對 然後說你第二筆就是賠錢 然後說你第二筆就是賠錢啊 他就說我不管你啊 你第一筆賺過的話什麼事 他講得好像很對 可是感覺早查的 嗯 那現在又賺幾百萬呢 可以嗎 可以嗎 不好意思 又賺幾百萬呢 可以嗎 很驚喜 沒關係 謝謝老師的 對啊 你如果按他原價的話 是七萬多塊啊 我記錄是買一千多元 一千二啊 可能買比較多的 有打折 一千四 而且你這個送禮制用兩箱 大概因為現在好像都停止運送 因為中秋節 大概下禮拜是可以拿到 我明天就可以抽了 欸你們很誇張欸 講到吃 有沒有開心點 所以我跟你講有時候你在 比如說在我們每次來賠錢 ETF賠錢 台灣50賠錢 099賠錢 你要轉移你的注意力 然後看哲哲的節目 好不好 1000盒啦 好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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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餅1000盒一個1000多買100多萬月餅 會嬉笑 WTO上面的餅額上面寫 我跟妳講 一定要寫 好不好 OK嗎 這有財機我要發財月餅 好嗨喔 等一下LINE要留言喔 LINE留言 重點是除了這邊以外 我要檢查不是這邊喔 這是聊天室喔 是留言區 就一拍影片看完又有留言區 好不好 好不好 你們好嗨喔 太嗨了啦 真的我覺得1000分都覺得不夠發 欸今天直播人數多少人啊 我感覺怎麼好像1萬人一樣啊 7000多人怎麼大家愛個讚啊 這個感覺 對啊 你看這個你看折粉這個人騙人嗎 你要選你第一名的分析師嘛 同樣的會費 你不選第一名分析師要選誰 是不是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還有 欸這些餅好多 我看起來我肚子餓了你知道嗎 可以不要這麼多餅嗎 哇 那個郭先生 郭什麼圍的 GP200出貨突破300嗎 但是有機會啊 我如果 管達沒有看300我幹嘛買 我肚子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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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直接吃好了 隨便你們一直秀月餅 我跟你講地瓜這個比較好吃 地瓜好吃 沒關係繼續秀 繼續秀 地瓜我現吃 昨天有吃過 昨天有吃過 有 你不用看我 有有有 來好 繼續吃 我吃給你們看 啊平潭心啊 啊 這節目綜藝節目 綜藝又怎麼樣 我綜藝就算我50分鐘 綜藝一個20分鐘 30分鐘內容沒有人要啊 你看那些財集節目被我們講了以後 現在才開始有CPI 才開始有那個什麼 出領事業機 然後飛航就業數據 才講這些東西 W 我有 財富有沒有看到 W有沒有看到 不要M頭 我要真的吃 有有有要真的吃 吃一下吃一下 蠻好吃的 WD 他的地瓜 真的很厲害 又月餅又地瓜很純 那好吃 那好吃我們裡面 那時候抽到的人要跟我講一下 嗯 心得 啊 為了你們 好吃耶 是 好吃 真的好吃 好吃 你們有更想吃 有 我跟你講 我們我沒有在 我我我我 我之前講實話 因為 我不需要賺那些錢 你不要忘記我業配 我沒有在業配人家 嗯 我真的是因為 演講人數太多了 對 他們不高興 好然後我就 我就跟他們 示好 怎麼買了200盒月餅 是的 然後 其實我實在是可以送員工啦 我以前是他 送了一些員工 反正他們就有美心月餅 我想想還是送你們好了 所以多一些 有 好 你們洗版 你跟問問題不重要 那什麼銀州算新高 股價沒有算新高 是不是 你不要一直洗這個版 你就洗這個版 下次我把你封鎖你 你現在這個我要月餅 知道嗎 我要講一個八卦 不要這樣 什麼八卦 W Hotel啊 因為我們不是買了200盒月餅嗎 讓他們當月業績達標 他知道 我還幫他打廣告 我還幫他打廣告 你趕快買啦 對對對 應該買完了 我還幫他打廣告 我還幫他打廣告 好吃的 好吃好吃啊 我幫他打廣告 難怪 按正數按少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 好吃 你吃一個你肚子就飽了 對對對 你在工作的時候吃一個月餅 很好吃喔 你知道吃那種月餅喔 我覺得那些月餅有點像那種五星級飯店 那種很漂亮的 然後你就是下午茶 你吃一個這個就飽 他只是 只是 只是看起來還好 看起來外表還好 跟指著一樣看起來外表還好 內心很豐富 好不好 很扎實 一千二人貴 很好吃 我給你拿底下 所以你看折本是很多 很多 整個真心推薦 股票也是一樣 嗯 我不是跟阻力配合喔 我講的這件事喔 哲哲 台灣也是一個週就賺一千多萬了 嗯 其實我可以買台積電啊 我可以做起貨啊 我可以做選擇權 我賺這麼多 我沒時間 我真的沒時間去做那些東西 好不好 WVD WD 對 我昨天看了FreeZone想訂閱 不開放訂購的喔 真的喔 哇 真的喔 我來問一下協力 真的還是啦 媽 call in啊 真的不開放訂購的 下次下次訂 下車訂 下車訂 蛤 真的喔 所以你們要看喔 所以你看WVD我要問他 我再問他一下好不好 就要開一下 蠻好吃的 真的蠻好吃的 那每在 我看了每一餅 你知道為什麼你這樣 為什麼現在不要買 我沒有叫你不要買啊 我已經買很多了 我已經買幾 我要講多少 意義是不是 我已經買很多了 你要我買多少啦 不要了啦 實際上你不要買 最後10秒鐘 我要拍月餅 這邊不是正確留學的方式 來第一個是留言區 那個影片下面留言區 第二個是LINE LINE 要加我LINE知道嗎 加LINE 來 小小數SE78 來外面給我 或者點標題 今天標題叫什麼 台股疊80點 像疊800點那邊 手機拿指點那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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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結LINE跟TGN連結好不好 加LINE要連結 我要發財月餅 那兩個地方留言才行喔 影片留言區 這邊是聊天室 OK 然後留言區 然後咧 然後 留言區要留言 這是聊天室 留言區要留言 影片留言區 然後還有LINE 要說我要發財月餅 OK嗎 然後我們就會從影片抽了 OK OK 兩邊都要留 缺一不可喔 OK OK 那好 好 還有一個月餅 還只能這樣子 那你多賺幾千盒月餅 好不好 好 真的蠻好吃的 可是有點甜 多喝個水 配茶 配水 你不覺得大家很像朋友嗎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雖然是朋友還是要賺錢啦 好不好 親兄弟要明算讚 來 來 現在降級一碼的機率有71% 所以基本上差不多 可是我跟你講喔 我問你一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試探性的 可是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啦 CPI公佈2.5 2.4 會只降一碼嗎 不可能吧 我跟你講 我直接給你大展預測啦 上次是2.9嘛 你看喔 第一次這麼 第一次這麼的那個 這麼下去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喔 這是33332.9嘛對不對 對 2.6算也已經很低了 到這邊囉 下去了喔 那如果2.5 我覺得 我覺得 比較難預測 可能小跌 也不一定會跌 2.4 我跟你講 沒再會噴出去 因為有可能變降薪涼嘛 嗯 等一下禮拜四 你看我福利社 欸沒有老師 沒有分析師這麼冷盲的啦 你會真的很忙啊 辦個幾千人獎座 然後還辦發財力 發財力喔 發財力 今天12月就要送囉 是 下午離手喔 折粉下午離手喔 好不好 你不要到時候說沒有 我有些留言都很奇怪 比如說留言說 阿折折那個你不是看空 我說第二隻腳怎麼辦 那你睡不著覺 我說會不會跌破2萬 有人留言啦 鐵錠跌破2萬 鐵錠破2萬 打個問號 然後說折折你只是疑問句而已 你沒看我內文 我就說1962點不會破啊 不然你要我怎麼說 所以 沒有辦法只是每天講得清楚 12月到時候送這個 理財力喔 發財力喔 好不好 這是送給你們的 然後你看折折 你問他這件事 我關這個發財力 我是常常開會低你 是的 我就這麼變態 所以才選出最好的標股 我只是告訴你 現在沮喪沒有用 因為之前每在年也沮喪 可是你看一下子過了就好開心喔 就賺好幾百萬的 所以平常心好不好 看折粉們每個人都很開心 你看 還在講我要月餅啊 還要我月餅啊 好不好 他說為什麼股票不出金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我要承認 比我想象中弱一點點 我不是神每一次啊 就用美在我賣最高點 可是我不是 我再一次機會 我沒有辦法買最低點啊 嗯 你懂嗎 懂 你懂嗎 可是我還是賺錢啊 你懂不懂意思好不好 你用嫌者者的方式去嫌別的分析師 沒有一個分析師及格 好不好 OK嗎 765 765我愛你喔 會員我都愛你喔 好不好 真的不是要吃你月餅 是你送的才送點 真的欸 有些人就喜歡這樣子 我送的 有祈福 我幫你加持好不好 有加持感 好不好 好不好 月餅股東會 有跟著人買那一載 OK 謝謝你們 好不好 不要變同一個人 我明天發大力 明天發大力要注意喔 好不好 發大力我覺得發大力比月餅更實用 也可以賺錢 你看喔 上面就寫哇 這禮拜CPI 下禮拜 台子期結算 然後前一天是那個 那個周末節 然後還有 然後這後一天是 廢得利益 學測威益 還有事務日 還有那個台灣五十幾度調整 你看 我要吃 我要 我要口口吃過月餅 欸 所以不想講吃我吃過 這邊還有一些要不要 好啦不要來鬧了啦 陳小勳月餅不錯 可是陳小勳月餅太甜了 這個月餅 你感覺就像那種 五星期飯店的下午茶 我覺得不錯 好不好 好啦別再說要賣它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等一下問一下那個協理 這為什麼 就是那個 那個WTO的協理 問他為什麼沒賣了 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來來來來 來除了這一外 我們順便來看一些股票 CPI走勢圖 發財月餅了對不對 嗯 台銀營收也講了 對 iPhone iPhone 我這個 從6.7吋到 因為我這次Pro Max 6.7吋對不對 對 到6.9吋 我這次一定會買金色 一定會買金色 金色的 到時候我搶過來跟你講的感覺 好 那現在每個人都說他AI很爛 所以也因為AI爛 因為我覺得今天管打比較差 我就覺得 我發現AI運用還是比其他人都差很多 其實AI的進步是緩慢的 除了CheckGBT以外還是緩慢 可以注意看喔 我不知道你們的感覺 在5年前 我用LINE的語音去輸入文字 語音變成文字 我是不想仰賴他的 現在我是OK 他連我大舌頭也知道 你知道嗎 大舌頭也知道 也知道聽懂我講什麼 他會訓練他的AI 訓練他聽得懂我聲音 所以算蠻準的 所以以後真的翻譯人員 要小心一點 真的以後會失業 按照這個程度 大概在10年內 甚至5年內 慢的話10年內 基本上你去國外溝通 都聽懂你在說什麼 基本上就是投票你去外面 認識男生女生 都可以認識他國外的 可以及時翻譯 真的沒問題 真的沒問題 所以那時候有說過 翻譯人員可能最早失業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其實現在 可是他還是進步很慢 你說5到10年 就人生的發展史算很快 可是就你的股票來看的話很慢 你現在看的是缺GPT 你看的是管達這個月營收能不能創新高 所以你會受不了 可是他還是一個前進的一個不入城 懂不懂 懂 我是跟大家講平穿新一點好不好 所以有些股票 真的是比牆中跌得慘一點 有沒有緊縮 就打第二隻腳 越靠近第二隻腳你該進場 好不好 都是這樣子 然後台達電 2308台達電 你是比較拉起來的 有沒有 我也蹭低的時候怎麼樣 進場 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的一隻股票 台積電法說一家 就昨天漲今天跌 平常心 正要 我覺得跌有點深 可是拉回的程度 你都應該 要勇敢的進場好不好 今天看起來大家不錯 我本來以為大家今天會 稍微負面 所以代表大家是蠻相信我的 股票不要擔心好不好 該進場進場 那有一個強勢股 我反而覺得拉回一點點就要趕快買 什麼 萬論 萬論說很強的股票 那這只到底有沒有買 這只會員的權益 或買多少這只會員的權益 台股雖然跌80點 卻現在跌800點 那是因為 台灣股市 連美國股市都沒有趕上 禮拜五早上那個K線 還有一段距離 台灣股市今天一大早就要趕上去了 這不對了 所以難怪有賣壓 所以台股就是什麼 上去24,416點 上不去 19,662點 跌不破 越跌 打第二隻腳 再講一次喔 來看一下 打第二隻腳 這是第二隻腳 台灣股市你看現在沒有 它沒有 越靠近這邊的對不對 越要買進 你懂嗎 懂 越靠近這邊越要買進 那台灣現在在這邊 已經很靠近了 那越靠近這邊第二隻腳 越要買進 所以你在這邊2382管達 已經靠近這隻第二隻腳了 靠近 所以你現在就應該買進 你想的反而不是風險 你想的應該是獲利好不好 明天CBI推背圖 那可是我跟你講喔 其實不論明天是2.6、2.5、2.6、2.5、2.4 美債都會噴 美債都會噴 對 我等了一年每次告訴你說 美債我是不是說什麼 29 是二幾啊 73.10多少錢 27 27嘛對不對 27.32 你看喔 是27嗎 不是27啦 29.32啦 你說最低點 不是最低點 這一波的 就是說 那個最後一次升息是幾塊錢 7月26號嘛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是32.9是不是 32.79嗎 差不多好 沒關係 最後一次升息是去年的7月 我從每次都統計 從去年7月 那時候大概32.7左右 我說從32.7左右 你還要再漲10% 你們不理我 你看啊 是不是 現在已經漲3%左右了 嗯 你聽懂嗎 懂 所以你也覺得以前統計好像不重要 所以那是現在啊 所以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按照統計 誇張一點的話 現在開始 到下禮拜四 可能還有3-4% 甚至5%的漲幅 嗯 有可能啊 我說有可能啊 過去統計不代表未來獲利嘛 我們這邊也都顯得很清楚 可是我跟你講按照過去的話 你還有基本上還有3-5%的漲幅 所以你現在不買美債什麼時候買美債 等CPI公佈再買美債 等費的確定下禮拜四次降息了 甚至降息兩馬人再買美債 來不及了 太晚了 應該講最好賺的沒了 所以那個 我不論是哲哲沒在被人家笑 或者很多股票一開始被人家笑 到時候誰笑誰 胡帕胡 誰笑誰 哲哲笑他們啊 你要想的是最專業的分析師 我也謝謝粉絲們啊 我今天送月餅 你們大家那麼熱烈 我本來想說會不會很多人沒有信心的 不是你們很相信哲哲 你相信這個第二隻腳不會破 那居然如此哲哲答應你 你今天只要參加我們行列 我怎麼樣 我一定 來電恰群08068085 我一定盡我所人來幫你賺大錢 去想想看你要不要找最後的分析師 你要想想看 要找一個訂閱人數高達快50萬人的分析師 對不對 還有寫書 我要投展書 好不好 頭可以寫對嗎 我要發的願口 降良馬股市會崩 如果是降良馬 代表是 如果是因為經濟數據不好的降良馬 我跟你講股市有可能會崩 我跟你講就是19662點 要看情況 如果只是純粹CPI 這個很複雜 可是降良馬不一定是好事 對美債是好事 對股市不一定是好事 好不好 懂嗎 這個明天要跟你講結論好不好 所以今天按讚1000多人還不夠 你看訂閱人數44萬 快50萬人的分析師 這是股市 所以你要找最紅的分析師 你要找最認真研究 我跟你講我直接就買了 iPhone 你看到很多的YouTuber 他是介紹手機 不是我 我是直接買手機 用錢砸 是的 我是每一年都買手機 做研究 沒有人像我這樣 願意砸大錢 幾千萬在研究團隊上面 只有我 你要不要相信我 你要不要覺得這一波 第一世紀最大行情要來了 我跟你講第二隻腳在這邊 越沉穩 越靠近前面第一隻腳 越靠近兩萬點 我就用力買 你看廣達很好 已經靠近前波低點了 太開心了 用力買 不論對我錯 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也謝謝大家這麼支持我 不知道你是為了月餅 還是為了我標股 還是為了美在一天 或台灣50 那神奇的操作 可是我都謝謝你 也歡迎來你恰奇 0800668085 或加入私信 我說 哲哲 我要加入你行列 我要詢問會員入會 這方式 我哲哲 匯費多少 沒有關係 我都會竭盡所成來幫你賺大錢 也預祝各位能夠真正賺大錢 謝謝各位 越靠近低點 我們越要早買點 投資獎都已經準備好了 趕快叫我們行列 電話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還有趕快去留言去留言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J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你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你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